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日前表示 今后因新冠疫情等无法避免的情况 而在有效期内无法使用的 航空里程的有效期将被延长 此外 公正交易委员会还决定 修改对消费者不利的航空公司的条款 据KBS记者报道 像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期一样 航空旅行变得困难 事实上无法使用航空里程的情况下 航空公司可以延长里程有效期 公正交易委员会决定 审查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的会员条款 并纠正八项不公平条款 首先 这两家航空公司 在与里程有效期相关的条款中 包含了如果不能使用里程 或被明显限制 可以延长有效期的内容 此前 航空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 通过三次最多延长了 两年六个月的里程有效期 此次修订为延长有效期提供了依据 公正交易委员会消费者政策局长南东日表示 我们非常重视消费者政策 将不能正常使用航空里程的时间 也包含在里程有效期内 这是对顾客不利的条款 对顾客的信义原则或公平原则上 延长有效期是妥当的 大韩和韩亚两家航空公司还包含了 在决定改变里程使用条件时 如果在过渡期发生难以搭乘飞机的情况 可以延长过渡期期限的内容 其宗旨是像大韩航空2019年发布的 SkyPass改变案一样 如果发生不利于消费者的变更 就要充分保障乘客的里程使用机会